七八十七七八十八九 2016年 瑞士世界級的建定組 Goblin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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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F. 根據 黃佳蘭設定的一個他們自己的標準 基本上 他是建築在三個條件上面 第一件事情 就是 不是淺藍而是深藍 呃 黃佳蘭有點像 緬甸藍寶的電藍色,深藍色 第二個,它是建築在 藍的鮮艷度上面 基本上 皇家藍 它的鮮艷度是說 藍以外 的附加色 加上電子色 這個電子色越明顯的話 這個藍會越鮮艷越焦艷 它的對比色是什麼 藍帶綠 的泰國色 暗的藍色 藍帶綠黑 泰國澳洲藍寶的藍色屬於暗的藍色 不鮮艷的藍色 這就是它的 最重要的對比 電藍 跟暗藍 綠藍 當然 這個電藍是顏色越鮮艷越好 鮮艷就是它的價值觀 同時假如說以 當年來講的話 GIS 瑞士的GIS也設定了 這個皇家藍 其實兩個都差不多 英雄 都同樣的意見 就是說大概都是屬於 電藍色 深藍色 所以基本上來講 現在一般的監禮所 只要到了電藍色 深藍 大概都會叫做 Royal Blue 皇家藍 這個時候我們又會扯到 Cashmere Cashmere Cornflower 其實Cornflower 基本上來講的話 它不是只有深藍 它也有可能會出現淺藍 不是很淺藍 味道非常非常明顯 直接就可以感覺出它藍 非常非常的美麗的那種藍 非常美麗的電藍 這是它的第二個條件 因為Cornflower 有深色 又有淺色 所以基本上 記住 它的Cashmere 也就是 Cashmere 才能藍寶 它特色是電藍色 會比緬甸 跟西藍 更為明顯 明顯得很離譜 真的是講實在 然後我們剛剛講了 第一項 是講深淺度 藍色 第二個講它的鮮艷度 第三個最重要的事情 是談到什麼 光源背景 光源背景會改變藍色的鮮艷度 通常 光源我們只分成三種 白色冷光燈 也就是我們講的日光燈 然後它的對比光源是 黃色的燭光燈 有人講是熱光燈 也有人講是我們現在 珠寶店的黃色的珠寶燈 大概光色在 3500K到6500K 他們這兩個光源中間還有一個 中間光源是陽光 基本上 白色的光源 對藍色鮮艷度最好 它會讓藍的更鮮艷 電藍會更明顯 就算你是藍綠色的暗藍 它會把你鮮艷燈變成鮮艷的藍色 所以一般白色冷光燈跟日光燈變成我們做什麼 我們買賣中間的賣出燈 但是它對比燈什麼色 暗的 黃的 燭光燈 因為 黃的燭光燈 碰到深藍色的話 它會變黑 所以一般人講說 黃色的珠寶燈下面 假如說 電藍還可以很明顯表現出來的話 那絕對比日光燈還美 因為黃色燈對藍色是 不好的一個光源 那假如在黃最差這種光源之下 還顯得出電藍的話 那才是真正最美的電藍色 因為有很多深色的藍寶 到黃色的珠寶燈下面也有 變成黑寶 因為黃跟藍在一起會變黑 但是你假如在黃色的珠寶燈下面 它依然能夠很明顯的電藍 那才是深 上上品的藍寶石 Cashmere藍寶 雖然在黃色的燈下面 它還是保持電藍色 所以這是好的Cashmere藍寶 可以做到的條件 當然也有差的Cashmere藍寶 Cashmere 其實是一個 商業名證的代表色 有賣比賽 有一條Cashmere藍寶 有賣比賽 承認